美国政府官员22日,修正今后继续驻扎叙利亚的美军人数,从200人上调至大约400人。 白宫发言人沙拉桑德斯,21日发表声明,说美军撤离叙利亚以后将留住大约200名士兵,执行维持和平任务。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,22日告诉媒体记者,大约200名美军士兵将留在叙利亚。 美方希望与盟友组建一支800-1500人的多国部队,一起在叙利亚东北部设立安全区,执行观察任务,防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军队爆发冲突。 那名官员说,叙利亚南部坦夫美军基地的大约200名士兵,将继续驻扎,驻叙利亚美军现有大约2000人。 所负主要使命,是训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,支援后者打击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,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,去年12月,宣布准备从叙利亚撤军。 招致美国国内和国际盟友反对和忧虑,原因是匆忙撤军,会给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的机会,以及土耳其军队,可能禁销叙利亚库尔德武装。 土耳其方面认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,是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分支,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,警告将进攻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区。 美方与土方商谈延续土边境设立安全区,以缓解土方对库尔德武装所构成威胁的关切。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·邓福德正与盟国磋商安全区事宜。 只是,由于美方打算撤军,欧洲盟友不愿替美方看摊子,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·沙纳汉,上周,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,没有能够打消盟友的疑虑。 一名法国高级外交官说,一旦美军撤离叙利亚,法国部队同样会撤走。 那名美国高级官员说,美方本周初判定,如果美方不贡献士兵,盟友不会加入。 获知这一情况,特朗普21日批准在叙利亚东北部留住200名士兵,不过人数可能变化。 邓福德22日说,相信盟友将愿意参与设立安全区并提供士兵。 那名高级官员同样表达乐观,但同时说,协商仍在继续。 截至22日,没有盟友作出确定承诺。 会小双,新华社专特稿,新华社喀布尔,3月30日电,记者宗德路晨新,阿富汗第一副总统阿卜杜勒拉西德杜斯塔姆的车队, 30日在阿北部巴尔赫省遭到袭击。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。 他的一名保镖身亡。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,当天援引杜斯塔姆一名助手的话报道说。 杜斯塔姆的车队,在从巴尔赫省到朱兹湛省的路上,多次遭到塔利班武装伏击。 所幸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。 有消息说,杜斯塔姆的一名保镖,在袭击中死亡。 另有两人受伤。 据报道,杜斯塔姆30日下午,结束在国外的旅行返回阿富汗。 随后他在巴尔赫省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, 如果获得政府授权,他能在六个月内消灭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塔利班武装。 演讲结束后,他乘车前往朱兹湛省。 塔利班已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,并称袭击造成杜斯塔姆的四名保镖死亡,六人受伤。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,记者张瑞杰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改革先锋进校园, 报告团赴军队院校巡回宣讲活动,18日落下帷幕。 根据中宣部,教育部,共青团中央相关活动安排, 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改革先锋进校园报告团。 16日至18日,先后赴海军工程大学、空军预警学院、国防科技大学、陆军装甲兵学院、 国防大学等五所军队院校进行了宣讲。 巡回宣讲活动中,锦海鹏、徐海峰、韦昌进、戴宁蒙、叶聪、蒋家进等六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结合自身经历。 声动讲述了在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,与祖国共命运,与时代共发展,与人民齐奋进。 勇力时代朝头,锐意探索奋斗的英雄故事。 他们以身许国的真情实感,精武强能的奋斗历程,敢于牺牲不如使命的事迹,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,我们要像改革先锋一样,学习他们胸怀祖国,始至报国的崇高信念。 敢闯敢世,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。 坚韧不拔,埋头苦大的一致品质。 将个人重牌梦想融入强国强军梦想,把青春献给强国强军伟大事业,与自己崇拜已久的改革先锋进行交流。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王小丹,显得格外兴奋。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,我们要像改革先锋一样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。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,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,紧密联系在一起。 海军工程大学学员刘冠军听完报告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李海涛说,课堂连着部队,讲台连着战场。 作为新时代国防大学教员,我们要大力学习弘扬改革先锋许党许国,忠诚实命的政治品格。 敢闯敢逝,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。 史之一流,不懈战斗的战斗作风。 聚焦备战打仗主则主业。 谋战为战,交战延战。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,做出积极贡献。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,近日报道称,近年来,校园相机案在全球频发。 各国开始致力于为学生设计一种便携的保护设施。 使用凯夫拉防弹面板制成的背包,由此应运而生。 报道称,这个设计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的两名退役军官。 他们在轻武器操作和防护方面经验丰富。 看到发生在校园、大街和各种公共场所的大规模枪击惨案。 他们萌生了为学生设计防弹背包的想法。 于是研发出ARMORM背包。 后者已经在外国网站上开始销售。 据称可以抵挡9毫米口径手枪的子弹。 设计者西沃尼告诉媒体。 由于担心学生安全。 美国已经允许向学生出售军用防弹背包。 但他认为,设计一种能提供高级防护。 但是外形更为普通的背包更加实用。 这样所有人都能用。 但看起来又不像军人。 图为在美国市场出售的学生防弹背包。 ARMORM背包的广告语是随时随地保护你。 可以在以色列军方企业ARMORM网站或者美国网站上购买。 网上销售的防弹背包,有二种款式。 一种只带单层防弹面板。 另一种带双层防弹面板。 其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。 背包外形与普通背包相似。 由环保材料制成。 配有各种口袋和拉链。 还有装笔记本电脑的隔层。 双层防弹背包,可以打开延伸。 提供从颈部到膝盖的毯子式保护。 ARMORMORM网站上有几张照片, 展示如何在遇到枪击的情况下使用背包。 报道称,管一些专家对这些类型的产品持怀疑态度。 但是根据在美国校员枪击案中, 死里逃生的学生们的叙述。 不得不承认A.R.M.O.D.R.M.I.背包仍具有一定优势。 西沃尼说,当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枪手之间,没有任何保护屏障时,这种背包为学生提供了自我保护手段。 这个背包,不仅可以像防弹背心那样保护胸部,还可以打开背包,将防弹板延伸到腿部,或者趴到地上用来保护背部。 这位前以色列特种部队成员也承认,学生们并不是一直背着背包,他们习惯到校后将书包放在柜子里。 因此在枪击案发生时,他们可能还是没有防弹背包,而且这种背包在抵抗射击时,它的实用性也取决于与枪手的距离远近。 心理学家兰曼则认为。